不論成績而言 張維成早就成為了台灣最強打者 無論出賽數、拳圍打、安打等各項數據 都是他個人最佳的表現 也改寫了旅美台將在大聯盟的紀錄 但實際上大家對於他的關注度 並沒有像過往在美國發光的王建民成為贏這麼高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他是屬於替捕的工具人 雖然出賽多但上場時間難以預測 不像先發投手這樣可以準時鎖定 而且沒有國際賽的加持 台灣球迷心裡多半還是認為 中華隊永遠的第四棒陳金鋒 才是台灣最強打者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史丹利 中華隊在經典賽雖然無援八強 但過程中拿到了兩勝 還一度佔據分組第一 有許多台灣選手的好表現 已經深深烙印在球迷心中 為了讓一些平常比較少關注棒球 因為這次經典賽才入坑的新球迷們 對這些打出家計的選手更認識 我決定開一個系列 而深入介紹2023經典賽的台灣英雄們 第一集的主角當然就得從 二兵升任國防部長的張維成開始講起 張維成是任我媽講 平常完全沒在看棒球規則也不太懂 連一日球迷都不算的人 都因為這次經典賽 看了張維成對荷蘭那發滿冠炮之後 還會一直跟我提起的名字 也可以說是本屆WBC重要隊的靈魂人物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張維成的成章事吧 27歲的張維成 棒球又是從台東太原國小髮機 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三 除了四弟張維反以外 其餘都在棒球這條路上打到職業 大哥張靖德跟五弟張偉勝 都是現役中止選手 二哥張陳俊也曾在富邦待過 張維成則是成就最高的 不但旅美發展 還上到了大聯盟 目前是台灣在MLB的唯一現役選手 在張維成小的時候 在經濟狀況並不好 此時三年級 原本因為家庭因素搬到了阿嬤家 但當時太原國小的校長方寅峰 找教練一起去拜訪阿嬤 主要是希望把實力不錯的大哥張靖德 給他進球隊 可是阿嬤卻說 因為他沒有錢辦孩子買球鞋、球具 也無法照顧並接送打球的五兄弟 如果校方要張靖德 能否不要拆散他們 就讓五個孩子都加入棒球隊 當時為了重振太原校棒的實力 方寅峰很快答應了阿嬤 把五兄弟都帶回太原國小 一起住進了他的校長宿舍 以校回家 張維成也是從這時開始 跟著大哥一起練球 天賦一秉的他四年級就已經成為國手 參與亞洲少棒錦標賽 享受到了奪冠的滋味 張維成曾提過打棒球很快樂 卻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少棒時曾經承受不了龐大的訓練量 有想逃離球場的念頭 是方寅峰校長的苦口婆心 才把他勸了回來 身上國中後 他遇到了王國慶教練 張維成認為王嘉倫是影響自己最深的人 因為他非常要求選手的平信 常常告誡他們 你的平信要好棒球才會好 不要只會打球 也要會讀書會做人 若不是王國慶 搞不好自己早就走偏了 也不會有現在的張維成 高中進入台中高農 也就是現代的新大富農後 張維成頭打兩端 都展現出色的潛力 被教練評估是難得一見 頭打跑手俱佳的四牌子好手 論身材條件 張維成高中就已經超過180 可以說是張家五兄弟中最好的 加上家族優良的體育細胞 讓他的可塑性非常高 以頭手來說 他的急速可以來到146公里 但並不穩定 所以球探評估朝野手發展較有優勢 在高中各大杯賽 已經展現出成熟的球棒控制能力 未來強化身體素質之後 有機會成為一名長打者 從本類跑到一壘約4.2秒 速度在右打者裡面算是快的 手臂內外堅修 有機會朝野手發展 但需要一段時間的磨練 在高中畢業前的輕棒精英大賽 就已經傳出 有至少7支美國機棒的隊伍 跟張玉成接觸 前衛金至少是30萬美元起跳 甚至有報導指出 菁英願意開110萬美元的前衛金網絡 但最終卻沒有下文 原因在於 張玉成已經提前跟印第安人達成共識 在高中畢業考結束後就前衛 前衛金是50萬美元 那這個舉動就被棒協視為偷跑 因為要等到畢業典禮結束之後才能前衛 所以棒協對中農技術處分 從校長到教練團成員都被競賽兩年 接下來不管是學生聯盟舉辦的聯賽 還是棒協舉辦的比賽 都不能掛名參加 而張玉成本人也因為這樣 被處理三年不能打中華隊的處分 所以隔年的人川亞運 他原本有被列在24人名單中 最後在選訊中新審議後 才告知教育團不能徵召張玉成 後來他的位子 就被台電選手蕭伯廷給取代了 當時張玉成的簽約金 K牌在台灣旅美野手第三 僅次於林子偉跟陳金峰 印第安人球團也對他寄予厚望 把張玉成固定在內野防區 就要以遊記手來培養 雖然高中剛畢業就赴美 但年紀輕輕的張玉成 在第一階小聯盟的成長非常順利 第一年就找出三層四肉的打擊率 跟隊友雞腳拱貫 一同屠殺新人聯盟 接下來就連連爬升 然後在23歲的年紀拼上了大聯盟 僅花了五個賽季的時間 速度非常快 印第安人當時的球員發展部主管 Hawkins 在2015年張玉成還在EA時 就點名他會是值得注目的遊記星星 特別是轉換層級的適應驚人 雖然是亞洲選手 卻能跟隊友打成一片 在他身上看不見語言的隔閡 這是一般的台灣旅門選手比較難做到的 另外張玉成在那裡防區的手臂 也超出球團的預期 不單單只是遊擊防區 在2-3類也能夠有好的發揮 特別是防守的判斷跟儀位 都讓球團印象深刻 雖然當時印第安人已經有像Francisco Lindor 這種剛要冒出頭的大物遊擊 但仍舊可以好好來期待一下張玉成的未來性 而在攻擊層面上 張玉成升上EA的2017年 為了增加肌肉強度跟整體爆發力 非常努力的重訓 光體重就增加了快30公斤 從原本的70級到後來破敗 力量的成長也充分反映在成績上 單機有24發紅不讓 打破了蔣志賢在2A的18紅紀錄 各項打擊數據都在對上明年的前茅 搖身一變成為了遊擊砲 2019年紀中 印第安人因為Lindor和Jose Ramirez都受傷 內野戰力出現漏洞 終於忍不住把張玉成拉上來大聯盟 一開始只拉上來打兩場 共四個打席又放回3A 直到8月底二度回歸 張玉成把握住機會回出聖亞首安 也在防守上有每季演出 接下來就被留在大聯盟直到賽季結束 還借他從天使投手 Justin Anderson 手中回出聖亞首轟時 賽後接受媒體訪問就哽咽表示 很感謝一路上幫助過他的人 想要把這顆首轟球獻給因病過世 在天上的爸爸 告訴他我終於做到了 結束新人聯賽季之後 張玉成還跟林茲偉一起組成大聯盟級的二友防線 參與2019年的亞錦賽 但打擊表現卻非常不理想 甚至還因為比賽期間受傷 冠軍戰對日本也無法上場 但靠著張靜德、江建民的試試安打 還有火球難流中央的官們還是成功把冠軍留在了台灣 2020年全球疫情大爆發 張玉成直到6月底才大忌版美 在夏訓兩週的賽程中回出六紅 表現非常出色 也會自己爭取到近開幕三省名單的位置 可惜對上各個內野位置都被卡得死死的 他根本也沒什麼空間上場 只拿到10場出賽共13個打席 不過在印第安人用交易送走了林鬥之後 張玉成的前途突然亮了起來 加上2021年春訓表現突出 讓他在這一年拿到開幕戰先發了機會 幾乎是整季就待在大聯盟 不論成績而言張玉成早就成為了台灣最強打者 不論出賽數、拳圍打、安打等各項數據 都是他個人最佳的表現 也改寫了旅美台將在大聯盟的紀錄 但實際上大家對於他的關注度 並沒有像過往在美國發光的王建民稱為贏這麼高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他是屬於替補的工具人 雖然出賽多但上場時間難以預測 不像先發投手這樣可以準時鎖定 而且沒有國際賽的加持 台灣球迷心裡多半還是認為 中華隊永遠的第四棒陳金鋒才是台灣最強打者 在印第安人改名守護者隊之後 張玉成再一次靠火燙的春訓手感 激進了開幕戰先發陣容中 但後來精力確診手感必須歸零重新調整 在隊上的角色也被取代 最終在10-07K的陰霾下被疊肥 也開啟了他的棒球讓人之路 先是透過交易去海盜 接下來前往光芒 竟然會來到紅襪 張玉成一年穿了四件球衣 長髮都變短髮了 但整體成績並沒有前一年來得好 年底也並未被放進虛樂名單中 成為了自由球員 也因為自由球員的身份 加上2023經典賽的舉辦 讓台灣球迷開始關注這位大聯盟打者 是否願意披上國家隊戰袍效力 結果他到2022年的最後一天才表態 在跨年前十五分鐘 突然就有新聞指出 張玉成已經透過經紀公司告知民眾 因為2023對張玉成來說 是職棒成功關鍵的一年 春春期間需要全心全意投入 為了備戰明年賽季 因此要挽洩中華隊的邀請 這個挽洩的消息出來之後 馬上引起輿論的反彈 因為前面提過 2019他參加了押井賽 當時就取得12天補充藝資格 而他也在2020年休賽季去當完兵 但他的義務卻還沒結束 因為享有補充藝資格這個福利 必須要列管五年 當國家需要你接受徵招時 他是不能懷洩的 很顯然的 張玉成當初玩具經典賽徵招時 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被演上 畢竟以前也有被列管的選手 玩具徵招的例子 國家不會真的強行徵招 而台灣球迷也不希望選手相仁為國 所以會支持並尊重他們的參賽意願 可是這次不一樣 球迷幾乎一面倒站在張玉成的反邊 主要是那段期間 台灣兵役制度會覆成一年的話題正熱 不只是棒球迷 幾乎是所有台灣人都在密切關注 當大家的目光都放在兵役身上時 有人被延長一年 有人卻受惠於國家政策 享受到12天的福利 卻婉拒了接受國家對徵招 這種公平性議題 自然也就掀起了大家的反彈 慶幸的是 中華之邦有蔡其章會長出面居中協調 親自邀請張玉成為台灣效力 也讓風波平息不少 最終張玉成允諸參賽 當然也被放進了30人正選名單中 2月中就加入集訓 成為中華隊的一大助力 雖然經歷沿上風波 又變成大家口中的逃兵壓成 張玉成的心態卻沒有風 加入中華隊集訓之後 就會主動在比賽中上壘 用敬禮帶氣氛 而且用實戰的成績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在熱身賽就展現火燙手感 成為新中華隊的不動四棒 跟上一次穿中華隊戰袍的表現截然不同 競選賽正式開打前 張玉成也在社群平台上宣布 自己已經找到新東家 競選賽即將再次披上紅花隊戰袍 雙方簽訂一年的大聯盟合約 金額來到85萬美金 還額外附帶極力獎金 紅花總教練Cora則表示 找張玉成回過的原因是需要他的防守 因為紅花非常需要一位能守遊擊的野手 張玉成防守穩固 內野四個位置也都能勝任 所以非常符合球隊的需求 雖然張玉成是能夠在大聯盟正守遊擊的中線好手 但秉總卻不打算在經典賽讓他扛遊擊大館 希望他能夠在二壘甚至一壘防區 專心把火力展現出來 帶領中華隊打線 從結果來看 他確實做得非常好 競選賽四戰打完 張玉成每一場棒子都有發揮 首戰隊巴拿馬5-2 也打回台灣在本屆WBC的第一分 第二戰隊義大利4-2 包含引發追平兩分砲 把台灣從淘汰邊緣救了回來 也是贏得首勝的大功成 第三戰隊荷蘭又開轟 用滿灌砲讓中華隊在比賽前段就奠定勝機 最終戰原本以為要繳白券了 結果第九局揮出破蛋的長打 避免被捕八玩風 總計16-7 打擊率4x38 附帶兩轟 冠進8分打點 怪物般的打擊表現 讓他擊敗一票大檸檬球星 拜塞會選為A組的MVP 總教練林月品很認證 他就是台灣最好的搭者 而他創造出來的敬禮手勢 不但帶動全隊士氣 連球迷都效仿 外媒也好奇 甚至是其他國家的選手都被影響到 包括美國隊 捷克隊也會敬禮 原本張玉成還想要帶著這個風潮去日本 讓世界都跟他一起敬禮 可惜台灣最終爭奪八強失敗 這個願望也就無緣實現了 說老實話 我身邊也有不少球迷 賽前是抱著看笑話的心情 在關注張玉成 畢竟前面的岩上風波實在鬧太大 如果這次披上中華隊戰跑打不好 那他的名聲恐怕真的會跌到谷底 不過我覺得比賽一場接一場的大 就算原本是酸民 看完這四場張玉成的表現後 應該都會油黑轉粉了 我最後一場看到他落淚的時候 心裡真的是滿滿不捨 走過逃兵阿城的低谷 到現在變成台灣英雄 張玉成還在賽後受訪時感謝球迷 感謝他們在自己玩具中華隊邀請的時候持續關注他 也認為他們的Push 才會有現在的張玉成 正能靠這次競技賽的表現 扭轉了自身評價 讓所有人都用力被他鼓掌